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美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几则令人瞩目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交不偿王毅进行了一场重要会谈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棘手的国际问题 包括因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加剧的紧张局势 布林肯强调 拜登政府重视美中对话 期待通过直接讨论避免误解与误判 接下来 我们看到美国民意发生了显著变化 最新的调查显示 一半的美国人 包括不少民主党人 支持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 这一转变反映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态度的变化 以及对政府处理移民危机的不满 最后 我们来谈谈特朗普的最新动态 这位前总统近日出现在纽约的一个建筑工地 受到在场工人的热烈欢迎 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特朗普在某些美国人心中的地位 以及他对2024年大选的潜在影响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动荡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对 近期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面 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焦点 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这次会面发生在北京 两位高官就一系列复杂议题进行了讨论 包括因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加剧的紧张局势 布林肯强调 拜登政府重视美中对话 期待双方能就存在分歧的领域上 有明确直接的讨论 避免误解与误判 在这场关键的对话中 两国的态度显得既坚定又谨慎 路透社报道 布林肯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闭门会议 并共进工作午餐 尽管议程广泛且棘手 但双方仍试图保持关系进展 新华社引述王毅的话说 中美关系总体只跌其稳 但负面因素仍在上升几剧 王毅强调 中美是坚守稳定向前的正道 还是重蹈螺旋下滑的覆辙 考验着双方的诚意和能力 他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要打压中国的发展 不要在涉及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上 踩踏中方的红线 除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内的一项最新民调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网友报道 由哈里斯民调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 一半的美国人 包括42%的民主党人 支持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 这项民调表明 受创记录的非法越境人数激增 和共和党舆论战的推动下 美国人对前总统川普 严厉打击移民的计划持开放态度 随着移民成为2024年大选的关键问题 拜登政府正试图改变立场 采取沿线无证移民的措施 但最新民调表明 32%的受访者认为 拜登政府对这场危机负有最大责任 高于任何其他政治或结构性因素 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现在相信 非法移民是一场真正的危机 而不是受政治因素驱动的媒体去世 民调负责人佩恩Mark Penn表示 他对公众支持大规模驱逐 感到惊讶 他认为 这是公众向政客们传递的一个信息 把事情控制住 同时 这也是对拜登的警告 让他知道把这个问题的责任 推给川普是行不通的 尽管如此 这项调查发现 美国人仍然强烈支持合法移民 百分之五十八的人表示 他们支持扩大合法移民的渠道 而百分之四十六的人表示 如果寻求庇护者的案件可信 他们应该受到保护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 美国应该让任何寻求更好生活的人 更容易合法入境 这样他们就不需非法越境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无论是在国际关系 还是国内政策上 美国都面临着复杂的决策 中美之间的对话 美国国内对移民政策的争论 都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全球合作之间 找到平衡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出现不仅吸引了众多眼球 更是让一名浓密胡须 壮硕身材的工人 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 这位工人的直言不讳 和对特朗普的支持 被许多人视为代表了美国的大多数 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特朗普在工地的短暂停留 尽管因为法庭审判而受到时间的限制 但他的出现 无疑给在场的支持者们 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面对数百名热情的支持者 特朗普不仅与他们互动 还派发了签名的Mega帽子 展现了他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力 与此同时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 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 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一名男子因多次强奸 一名14岁少女并导致其怀孕 被判处50年监禁 并且还被判决进行物理阉割 这在美国司法史上上述首次 虽然罪犯的年龄和长达50年的刑期 让这一判决的执行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这一判决 无疑向社会传递出了 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强烈立场和决心 这一判决也引发了 关于刑罚的道德和法律辩论 同时也凸显了美国不同州之间 在处理重大犯罪案件时的差异 在另一起事件中 美国亿万富瑞斯图尔特 巴特菲尔德的16岁女儿 Mint Butterfield 在从家中出走后失踪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Slack的联合创始人 和前首席执行官 巴特菲尔德的女儿的失踪 不仅让这位科技巨头的个人生活 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也凸显了未成年人失踪问题的严重性 警方和家人都在积极寻找Mint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她 并确保她的安全 这些事件 无论是特朗普的工地访问 罕见的刑事判决 还是亿万富翁的女儿失踪案 都以不同的方式 触动了美国社会的神经 他们不仅反映了 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也展示了社会 在面对不同挑战时的反应和态度 无论是政治 司法 还是个人安全 这些事件 都是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 重要议题的缩影 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正义 安全和政治立场的深思和讨论 随着中华民国准总统 赖清德的就职日益临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 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布林肯此行的目的之一 被广泛解读为 呼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 尤其是在赖清德即将就职之际 同时 赖清德也向大陆发出了对话的呼吁 希望两岸执政党 能负责任的开展良性对话 这一系列动作 显示了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复杂性 和微妙平衡 布林肯的访问 预计将涉及一系列棘手议题 南海争端 中东局势 经贸纷争 以及人权问题等 尽管这些议题难以在短期内 达成重大共识 但布林肯此行的目的之一 是尝试进一步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似乎更关注美国的行动 而非言论 在台湾问题上 尽管美国多次重申其对台立场 但北京对美国对台军售 和美台军事合作等行为 表示了强烈不满 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中的 第一条红线 台湾问题的挑衅 在经贸 人权等其他议题上 美中双方的立场也存在显著分歧 然而 布林肯此次访问 适应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 这表明在赖清德就职前夕 中美双方都有意愿坐下来谈 寻求管控分歧 此外 美国也通过其他渠道 向台湾表达了 希望维持区域和两岸现状的愿望 赖清德即将上任的政府 似乎也在释放缓和信号 包括人事安排 和对两岸关系的表述上 都显示出 赖政府希望改善两岸关系的意愿 然而 对北京而言 赖清德的政策和行动 将是其最为关注的焦点 北京将密切观察赖政府 在两岸议题上的作为 特别是是否会继续推进去中国化 或所谓的曲线台独 尽管两岸政治互信和基础薄弱 但北京似乎愿意推动两岸民间 文化 经贸和青年交流 以缓和紧张局势 赖清德和他的政府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把握好这个机会 是否能够在保持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基础上 找到与北京的交集 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 同时 民间交流的恢复 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赖政府需要决定是否 要抓住这个机会 为两岸关系 开启新的篇章 总之 布林肯的警告 和即将到来的赖清德政府 面临的挑战 展现了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复杂性 如何平衡这一关系 既保持区域稳定 又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将是接下来 各方需要共同努力的任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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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